你好 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 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 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 作者是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 罗伯特·卡普兰 本书的书名一目了然 这是一堂领导课 课程的主题是领导力 什么是领导力呢 全世界关于领导力的概念 有850多个 甚至有学者说 领导力就像美 人们很难定义什么是美 但当你看到它时 你就知道那是美 对于领导力难以明晰这个现象 我们在职场中 其实也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比如我们说 某位主管富有领导力 另一位经理缺乏领导力 这往往是比较主观的一种印象 不太能有一套指标进行精确量化 再比如 当你被提拔到管理岗位 开始带团队的时候 你迫切希望提升自己的领导力 但是从哪里入手呢 也缺乏一个完善的评估训练体系 那么提升领导力 有没有一套系统的训练方法呢 本书作者罗伯特·卡普兰教授 认为是有的 罗伯特·卡普兰在担任哈佛大学 管理学教授之前呢 是高盛集团的副主席 高盛被誉为美国政界经济官员的军校 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 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巴尔森 都是出自高盛 特朗普总统内阁更是被戏称为 圈禁了高盛帮 凭借在高盛累积的政商人脉 卡普兰接触了大量美国商界和政界的高层领导人 同时 卡普兰从事管理咨询 为美国各地企业的高层和中层领导者提供帮助 从东海岸的金融企业 到墨西哥湾的制造企业 到西海岸的科技型企业 这些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 其中的各级领导者面临的领导力问题千差万别 构成了一个足够有代表性的样本库 经过这些研究和案例分析 卡普兰形成了一套领导力训练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思想是 想要有效提升领导力 需要围绕关键问题 卡普兰发现 成功的优秀领导者性格各异 工作方法也不同 他们不是依靠魅力 像摇滚明星一样吸引团队 也不是先知 对任何问题都知道答案 他们和所有的领导者 甚至员工一样 都会面临不知所措 迷惑 忧虑 那么他们最后怎么成功带领团队 实现伟大的目标呢 卡普兰说 他们会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退后一步 问出关键问题 哪些问题才是关键问题呢 这就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了 今天我将为你解读 卡普兰的七个关键问题 不论你是资深经理 还是新进主管 思考这七个问题 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 就像照镜子一样 可以让你看清局势 找到前行的方向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 公司和团队的愿景 和关键要务是什么 卡普兰认为 领导者的首要任务 是为团队设定愿景 所谓愿景的 英文名词是Vision 是对公司前景和方向的描述 对公司未来的展望 比如 十年后 想达成什么目标 实现什么价值 缔造什么成就 对社会做出怎么样的贡献 领导者需要用简短的话语 清晰地描绘出 公司或者团队的愿景 为什么公司和团队需要愿景呢 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 我们想要有所归属 想要加入具有重要意义的团队 成为其中一份子 这让我们的工作和人生有意义 如果领导者不能设定愿景 员工只会为了金钱工作 或者把公司 作为一个短暂的职业中转站 不会投入持久的巨大热情 那么 愿景只要足够宏大 足够激动人心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愿景不是为公司和团队 开张空头支票 不是几句好听的话 愿景要以公司独特的能力 和优势作为基础 比如 谷歌的愿景 组织世界的信息 并把它快速地查找 这是建立在谷歌独特的 技术能力之上 比如阿里巴巴的愿景 全球最大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 Uber的愿景 为所有人提供 无处不在的交通服务 这都是建立在 各自独特的能力和优势之上 为了设定出富有感召力 指引团队前进的愿景 要求领导者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比如 分析行业的竞争态势 分析公司的成功案例 从中找到公司的独特能力和优势 比如审视过去的愿景 是否匹配当前的经营环境 再比如 公司现有的核心能力 是否可以支撑新的愿景 等等 有了愿景之后呢 领导者让团队清楚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谁 要往哪里去 但是这还不够 你还需要一份路线图 这份路线图就是关键要务 所谓关键要务 是指 要实现愿景 必须要完成的几个任务 换句话说 完成了关键要务 就能实现愿景 关键要务不能太多 三到五项就可以了 如果关键要务列出二十项 员工就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任务 才真正是关键 领导者呢 可以先列出一份任务清单 然后把所有任务 分成三类 第一类 必须要完成 而且要做到最好 第二类 要完成 但是不需要做到最好 第三类 能完成当然好 不能做到也无关大局 把清单上的所有任务 放进三个分类中 第一类的就是你的关键要务 当公司设定了关键要务之后 还需要把它们转化为各个部门 自身的关键要务 领导者设定了愿景和关键要务之后 务必要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公司每一位团队成员 领导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 高估了员工对愿景和关键要务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领导者仅仅在年度员工大会上做一次演讲 那是远远不够的 越是艰难的时刻 领导者越是需要再三传达愿景和关键要务 最后 当遭遇突发事件 需要及时对关键要务做出调整 比如石油公司发生泄漏事件 或者食品公司遭遇安全事件 那么领导者必然要把应对突发事件作为当前要务 比如阻止漏油扩散 召回问题产品 赔偿相关人员 处理法律诉讼等等 这就是要是优先 要紧的是先做 领导者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 你把多少时间用于关键要务 时间呢 是一项最重要的资产 公司或者团队能创造多大的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了领导者与团队成员 能不能合理地利用时间 然而现实很遗憾 多数人对时间不够重视 可以做一个测试 回想一下过去两周中 你的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那么再回想一下 过去两周中 你的时间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多数人恐怕只能给出一个笼统的说法 时间去哪了 这个问题比钱去哪了更加重要 但是多数人往往忽略了 一旦领导者感觉自己身心疲惫 工作效率不高 许多重要的工作无法完成 就有必要检查自己的时间了 连续两周 记录下每个小时你在做什么 然后根据工作内容做一个分类 十个工作日之后 把统计的数据汇总 看一看结果 耗费你最多时间的工作 依次是哪些 这些工作是你的关键要务吗 如果不是 你需要检查一下 哪些并不关键的工作 占用了你的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 通常啊 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 是你没有充分授权 许多不重要的工作 也在亲力亲为 或者已经授权他人了 但是仍然在亲自参与 第二种原因 是你的时间被其他人占用了 比如有员工在向你咨询意见 有员工请你帮忙解决问题 有人邀请你参加某个会议 出席某个活动等等 当公司逐步发展壮大 或者个人的职位越来越高 领导者的时间将越来越宝贵 领导者在确定了关键要务之后 必须把时间与关键要务匹配 当面对一项工作的时候 问问自己 公司或者团队里面 有其他人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吗 如果有 那你就不应该去做 你应该多花时间在那些 必须你来做的关键工作上 领导者不仅要自己把时间 集中在关键要务上 也应该要求下属和各级主管都这么做 否则 公司的关键要务就成了空头文件 无法推动公司实现愿景 当然 我们也知道啊 作为领导者 时常会收到下属的求援 他们希望你参与某项工作 过问某项事情 这个时候呢 想一想你的关键要务 如果这件工作 与你的关键要务关系不大 你可以有两种选择 第一 让他先试着自己去解决 第二 向他推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同事 这样做呢 不是对员工关上大门 而是领导者 约束自己 集中时间于关键要务 第三个关键问题 你为团队提供了指导吗 当领导者设定了公司的愿景和关键要务 围绕关键要务匹配了你和团队的时间 接下来做什么呢 等待员工在季度末交给你一张满份答卷吗 如果领导者被动地等待团队的绩效 那么结果往往不会给你好的惊喜 领导者需要一种管理工具 帮助你驱动员工 有效完成关键要务 这种管理工具啊 就是教练制 领导者要像一只球队的教练一样 帮助队员发现不足 安排练习 改进技术战术 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 及时准确地给予队员反馈和指导 如果一名教练 只是勾画蓝图 我们下个赛季要夺冠 只是列出关键要务 比如提升体能 提高这个投篮命中率 加强协防 增强内线 而不给予队员具体反馈和指导 那么他实际上啊 并没有在领导球队 只是在等待奇迹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 来进一步理解领导者的教练角色 第一 有效的指导需要充分的信息 比如 你需要观察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 询问他的同事 甚至下属 尽可能了解他的优势和不足 第二 领导者给予员工的反馈 应该是具体可行的 比如 一位主管 对他的业务骨干 进行教练指导 他希望这位员工 不只是做一名业务骨干 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于是 他给出一份反馈意见 希望该员工 提升在公司的影响力 这名员工得到反馈之后呢 畅而合上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懂主管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从何做起 这样的情况 就在于主管给出的反馈 过于模糊 如果他换一种具体反馈 比如 希望该员工 更多参与公司和部门的 战略与计划讨论 在相关会议上 多发表建设性意见 效果就会明显改善 第三 领导者亲自指导的员工 不能太多 一般来说 他们是你的直接下属 那么 如何把教练制覆盖公司的 全体员工呢 让公司所有各级主管 都成为教练呢 道理听上去不难 教练制很重要 找出团队成员的缺点和不足 加以指导 提升团队的工作绩效 但是 为什么许多领导者 没有给予员工教练指导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领导者把教练指导 与绩效评估混为一谈 多数公司啊 在季度或者年终考核评估的时候 都会安排员工面谈 领导者认为 这个时候给予员工评估 或者反馈意见 就是教练指导 这是不对的 因为评估的时候 给予的任何意见 都太迟了 成绩单已经摆在桌面上 这个时候呢 指出员工的缺点和不足 提出改进意见 会被员工视作批评和否定 而不是教练指导 另外 绩效评估 与员工的薪酬福利 职业升迁 关联很大 这个时候 员工会有很强的防御心理 所以 也不是教练指导的好时机 领导者啊 应该在每个年度 或者每个考核期内 及早给予员工教练指导 不要拖到年底再制造惊喜 教练制的目的是提升技巧 完成关键药物 同时团结下属 帮助他们成长 第二个原因 没有充分认识到 教练指导的价值 有些领导者会说 自己太忙了 没有时间指导员工 卡普兰认为 这是一个借口 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吸引招募和培养人才 同时你的下属 也想知道 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始终没有消息 他们会觉得被忽视了 一旦领导者意识到这点 你就不会没有时间 相反 你一定会在时间清单里面 单独安排这一项工作 第三个原因 领导者害怕冲突 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不喜欢坏消息 不喜欢负面反馈 自然也就不喜欢 带来坏消息的人 有些领导者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因此担心 如果指出了下属的缺点不足 会失去下属的欢欣 和拥戴 于是 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把坏消息埋在心里 错失了给予有效指导的机会 直到某一天 不得不说了 他们才合盘拖出 比如 你很清楚 某位员工的缺点 但是一直没有正面反馈 有一天他要求升职加薪了 你才告诉他 你的真实想法 这位员工很可能会暴怒 觉得长期被你欺骗了 实际上 只要你的反馈意见 有足够的建设性 就不要担心失去员工的尊敬 也不要担心会打击到员工 卡普兰说 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下属 会因为受到太多指导 而离开公司 第四个关键问题 你向员工和下属授权了吗 商业是一项团体运动 就像一场篮球 或者足球比赛 领导者不仅需要成为教练 还需要充分授权 让每位团队成员 负责一个位置 各司其职 通力协作 领导者单打独斗 满场飞 即使个人能力再强 也会被对手击败 我们在前面解读第二个问题 时间与关键要务匹配的时候 提到过授权问题 简单来说 授权就是下放权力 让下属对某项工作 独立做出决策 比如如何调用资金和人力资源 如何计划 如何协调行动等等 领导者授权时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 已经授权出去的工作 不要再揽回来 也不要在下属工作的时候 过多干预或者审核 授权的关键在于 领导者在背后支持下属的决定 如果你不太放心 可以提前告诉下属 哪些事由你决定 我完全不需要参与 哪些事情呢 在行动之前找我确认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 一名主管 已经把某项工作 授权给下属 但是 他会在事后审核下属的 每一个决定 包括那些非常小的决定 也不放过 一旦某个决定 他不同意 会立刻修改 这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接受一两次教训之后啊 下属们都明白了 授权不过是名义上的 于是 他们不再做决定 大事小事 还是来找主管 在这个团队里面 授权失效了 那么 如果领导者发现 某位下属的决定 存在重大的问题 他不得不干预 应该怎么办呢 卡普兰建议啊 在修改下属的决定之前 与他们先进行 充分的讨论和沟通 第二 授权出去的工作 如果出现问题 下属请求你协助的时候 直接拒绝 或者让他们先自行解决 关于这一点呢 前面解读时间评估的时候 已经讲过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你已经把某项产品的定型工作 授权给了运营总监 在进展过程中 设计部门发现了某个问题 来要求你参与解决 你也不应该直接答应 而应该让设计部门 直接去找运营总监 否则你之前做出的授权 也将立刻失效 对于授权问题 本书还有一点特别之处 卡普兰把授权与接班规划 联系在一起考虑 他认为 一个领导者 从上位的第一天起 就要考虑接班规划 不仅是你个人的职位 需要培养接班人 公司或者团队 所有的重要职位都需要立刻培养接班人 一个完善的接班规划体系 可以带来三个好处 第一 可以应对突发的人事变动 比如 一个重要岗位的员工跳槽了 如果你之前 没有为这个岗位培养接班人 就会一时陷入瘫痪 第二 可以吸引和激励人才 发掘他们的潜力 卡普兰反复强调 吸引招募和培养人才 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接班规划可以鼓舞人心 同时 让潜在的人才 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第三 接班规划和工作授权 可以相互促进 一旦确立了接班候选人 领导者就知道 该把哪些重要工作授权给谁 反过来 这又可以锻炼和提升潜在接班人的能力 如何打造公司的接班规划呢 本书有三点建议 第一点 制作公司阵容图 列出每个重要岗位的接班候选人信息 评估候选人的优势和弱点 职业生涯发展需求 以及他们的职业生涯志向 第二点 为每个接班候选人 量身打造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包括由谁负责做接班人的教练 可以分派给接班人哪些任务 第三点 评估跟进 每半年或一年 就和各部门主管 举行接班规划会议 确保培养接班人 成为各级主管的一项考核标准 领导者的第五个关键问题 你的团队需要调整和变革吗 公司或者团队 始终会在两种状态之间切换 第一种状态 公司的发展与愿景契合 这个时候呢 愿景 药物 时间 人员相互匹配 公司协作良好 稳健而快速发展 工作充满乐趣 员工充满热情和斗志 第二种状态 公司的发展与愿景背离 当今商业竞争异常激烈 偏离愿景的情况 不知不觉间就会发生 变化可能来自公司外部 比如市场不景气 强势的竞争对手崛起 新产品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出现 威胁到你公司的价值 变化也可能来自内部 产品老化 新品研发没有跟上 关键人才跳槽 或者核心团队出走 这些变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不易察觉 一旦人尽皆知 问题可能已经非常严重了 领导者必须时刻洞察这些变化 为公司或者团队做出调整和变革 所以卡普兰形象地把领导者 称为团队的建筑师和变革者 一旦领导者发现公司偏离了航线 该怎么做呢 有一个办法 成立特别小组 小组成员由公司各部门的 潜在接班人组成 由他们来探索公司的调整问题 为什么不由高层主管组成特别小组呢 因为高层领导者 通常会对公司现有架构 有较多的情感依赖 潜在接班人 一来顾虑较少 二来接触一线工作 更清楚公司的薄弱环节 领导者要鼓励特别小组 带来多元化的观点 避免公司陷入一种 集体思维的定势中 卡普兰说呀 不要害怕争论 争论有助于发现问题 不要让员工以为 你只想听到好消息 你要明白的让所有人知道 你想听到真相 然后员工才会说出真相 最后 根据特别小组的意见 制定一份具体的行动计划 将建议付诸实践 第六个关键问题 你是不是团队的典范 领导者通过愿景 药物 教练 架构 变革 为公司和团队注入力量 但是还有一种力量 更为强大 那就是榜样的力量 领导者告诉员工 该怎么做 效果远不及自己身体力行 领导者容易在潜意识中 产生一种观念 公司有两套规则 一套是对员工的 一套是留给自己的 那么可以设想一下 员工是会照着你说的做呢 还是按你的做法 一样画葫芦呢 无论是在哪种组织中 政府机构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跨国公司 不论团队规模有多大 小组 部门 或者公司 领导者 永远是所有人 关注的焦点 员工都会注意 你的一言一行 你的行为 是与你信奉的企业价值 你勾画的愿景一致 还是相互背离的 所有人都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然后模仿你的行为 最后形成公司 事实上的企业文化 领导者能否成为团队典范 面临三大考验 第一个考验 你提拔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强力而明显的信号 提拔什么样的人 表明了领导者 真正相信何种价值 看重何种价值 员工会观察 你的这一决定 是否与你描述的价值观 与公司愿景一致 如果不一致 那么员工会立刻把企业价值观 和愿景抛住脑后 他们只想成为 你看中的那一类人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业家制造企业 要向服务转型 进一步拓展顾问服务 从业务上讲 这一策略是符合公司的优势 向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 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然而 中层员工普遍不愿意 支持CEO的这一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名CEO 从来只提拔产品制造人员 所以公司上下都明白了一条真理 产品制造就是公司的一切 那既然是这样 自己干嘛要冒风险 去开拓服务业务呢 第二个考验 你如何面对压力 当公司或者团队工作顺利的时候 多数领导者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然而 当面临压力的时候 言行就容易变样 一旦这个时候呢 你背离了你的价值观和愿景 员工的印象会特别深刻 第三个考验 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 这个时候啊 领导者一定不能推卸责任 卡普兰说 犯错很少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但是推卸责任 却会对领导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推卸责任会让团队失去向心力 严重打击团队士气 第七个关键问题 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了吗 优秀领导者时刻都在学习 学习啊 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学习认识自己 卡普兰认为 如果一位领导者的能力 热情 方法 态度 与团队的需求完美符合 那么 他将发挥出全部的潜力 取得最卓越的成就 如何才能做到这种境界呢 领导者需要审视三个方面 第一 定期审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 特别是当你的职位升迁的时候 把你的优势和缺点列出来 看一看 这些优势和缺点 对你目前担任的新职位有什么影响 你可以邀请你的直接下属参与 一般来说 他们会乐意提供帮助 一方面 你要深入考虑 如何将优势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 你要针对不足 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 第二 认清你的热情所在 领导者对工作通常也有自己的偏好 喜爱某一部分工作 对另一部分工作缺乏热情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 把自己缺乏热情的工作 授权给拥有这份热情的人去做 比如 一家公司的CEO 他喜欢与客户打交道 但是讨厌设备管理和员工管理 这种偏好 可能造成公司相关业务 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 这个时候啊 他就可以授权某位高层主管 去负责设备管理 以及人才招募和培育工作 第三 培养适合自己的领导风格 所谓领导风格 简单来说就是工作方法和态度 领导风格是多样化的 风趣或者严肃 直接或者迂回 偏重分析或者偏重交流 倾向于施加压力 或者更多给予鼓励 期间呢 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通常情况下 领导者需要根据不同情况 搭配多种风格 关键问题是 领导者要取得一种平衡 你的领导风格 既要适合你自己 又要符合公司情况 到这里 本书的精华内容呢 已经为你解读完毕了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卡普兰 为领导者提出了七个关键问题 通过审视这七个问题 对照检查自身工作 可以有效提升领导力 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你要去哪里 领导者通过设定愿景 和关键要务 让团队知道方向和行动路线 第二个问题 你的时间去哪了 领导者的工作效率 团队的工作绩效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分配 领导者应该让整个团队 都把时间集中在各自的关键要务上 第三个问题 你是一位合格的教练吗 如果你的团队绩效和能力欠佳 首先想一想 你为他们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了吗 第四个问题 你对团队授权了吗 充分授权 不仅可以让领导者 集中精力去做关键决策 还可以调动团队积极性 培养潜在的人才 保持公司和团队的长期战斗力 第五个问题 你的团队是否需要调整 领导者需要时刻警觉 内部与外部的变化 及时做出变革 第六个问题 你以身作则了吗 员工不只是听你怎么说 而是看领导者怎么做 模仿领导者的行为 领导者成为典范 团队才能齐心协力 推动公司前进 第七个问题 你发挥了多少潜力 优秀的领导者 时刻都在学习认识自己 让自己的能力 热情 方法 态度 与团队的需求完美融合 从而发挥最大的工作潜力 最后 我们再谈一谈卡普兰 给我们的两点启示 第一 任何人通过练习 都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管理学界认为 成功的领导者 需要具备某些特质 比如十大特点 八种个性之类的 这听上去 似乎在说 领导力 是一种天生的才能 有些人魅力十足 看待事情 他总是有真知灼见 他注定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另一些人 却天生不具备这种条件 但是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不再认同这种观念 卡普兰教授 当然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卡普兰教授 有25年的管理 和企业咨询经验 接触过数以百计的 成功领导者 他的观点 应该说是可以让人信服的 根据卡普兰教授的研究 领导力并不是天生的 它就像六块腹肌 没有谁生来就有 都是后天锻炼出来的 领导力 同样可以通过后天锻炼获得 第二 从时间评估开始练习 是提升领导力的有效途径 卡普兰教授提出的七个关键问题 是领导者自我审视 和提升领导力的一套 有效的方法 但是卡普兰面对的大多数是较高之位的领导者 他们已经锻炼出一定的领导能力和经验 所以可以按照七个问题 依次进行对照检查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一定难度 那么我们不妨从时间评估开始练习 这是一条提升领导力和工作效率的捷径 从今天开始 记录你每个小时的主要工作内容 坚持两周 做一个分类统计 看一看你的时间都去哪了 你主要的时间精力 是花在目前团队的关键要务上吗 如果不是 想想为什么 以此为契机 审视团队的愿景 关键要务 人才培养与授权 通过这个练习 你的领导力和工作效率 将在短时间里得到快速提升 好 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